国际狮子会的法拉圣分会举办就职典礼 由住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徐立文处长的尖交之下 新会长李亚斌他接下了硬性走马上任 现场地方的政要还有乔林云集场面非常的隆重又盛大 国际狮子会法拉圣分会进入30周年 日前举办全体理事会就职典礼慈善参舞会 各大政要社区乔林皆来祝贺 承认第19届会长的李亚斌回如担任第30届会长 在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徐立文的见证下 从前任会长白玉清手中接过硬性 场面隆重盛大 法拉圣的这个狮子会的这边有很多是社区的领袖 那我们跟他们一向就会维持很好的关系 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晚上能够来为他们祝贺 祝贺他们三十而立 能够未来30年或未来的60年更好 现任的会长他不只是就是贡献他的很多年 他的时间和金钱在这个社区 也是一个很成功的这个商业人 所以他一定会继续的 把我们这个狮子会的就是继续的做得更好 新任会长李亚斌因为曾担任过第19届会长 戏称自己为老干发薪资 将继续带领私子会为社区服务 并计划在一年内拜访10个老人中心 提供视力检查 资源眼镜回收 捐助导盲犬机构 也举办健康奖座 议诊 即位灾区伸出援手等等 此次晚宴所得加上已筹得的经费 共计5万元 将全部用于行政经费 和为老人购买礼品等社区活动 第一个就是对老人 所以说我们在12月中的时候 就有那个爱心敬老大会 第二个呢就是对这个视障 眼睛不好的 我们会去募这个护镜 还有眼镜回收 然后给这个需要眼镜的人 所以这个5万块钱呢 就足够我们明年 就是说2016到17 所有的行政经费 还有举办所有活动的经费 都足足有余了 还有给这个老人家买一些礼品啊 东西都足足有余了 国际狮子会30年来 不断为社区贡献 是我们华人的榜样 目前也不断招募新的年轻幼师 让这优良的服务组织得以传承 以上是东森新闻 廖子怡在纽约采访报导